文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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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談的兩個民族制 其實都是對於結構主義的一些應用 就是我們上禮拜談的結構主義 那結構主義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複雜 因為二元之間不斷可以繼續再分下去 所以它可以變成一個連續的甚至多元的結構 這也是後來的後結構論者 其實不斷在發展的一些意義在創造的過程 那我上禮拜大概就是從性別的研究 作為一個例子來看說 其實性別研究如何怎麼樣去反思二元對立的結構 然後重新創造出更多元的更多重的 一些社會文化的架構 那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也會不斷有展演跟意義創造的可能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 其實也是對於結構主義的一些修正跟應用 那我要談兩個民族制 一個是在緬甸的高地 那這一本書 其實它做的田野的地方 是在這個地方 作者立曲 它是做的這個田野叫做 那你們可以看到大概這裡是中國 它位於中國 然後這裡是緬甸 泰國 遼國 這幾個國家的中間 這個地方大概現在最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 它是所謂的金山角 是現在種植 因素的地方 聽到金山角 大家應該很有興趣要了解 可是他們在過去 其實並沒有因素的種植 然後這個地方 過去也沒有像當拜這麼多的戰亂 戰亂反而是在殖民政府 就英國殖民的時候 開始很武斷的化了一些族群的分類 然後到國家獨立的時候 緬甸國家獨立的時候 其實又繼續 就是那個族群之間的一些分化對立 又開始被強化 甚至國家也會去操弄一些族群之間的衝突 來平定 就是為了要維持那個族群之間的平衡關係 國家有時候也不小心 或者是有意的操弄族群之間的衝突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在國家獨立之後 還是戰亂非常多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這個PPT 的後面就是放了一些 大概它從殖民到國家獨立的一個過程 那為什麼會引發這麼多的戰亂 甚至後來它開始如何成為一個金三角 有一個很大的毒銷叫昆沙 它是透過毒品的種植 因素的種植想要磨求一個國家的獨立 就是他們談的善國的自治區 善國的國家 然後這樣的一個意圖 後來在大毒銷1996 年被捕 然後就慢慢整個國家 就是善逐這個國家獨立運動 就開始比較 就已經沒有那麼大的力量了 可是中間這個地區的一些族群的問題 還有因素的問題 其實到現在都還是相當的嚴重 那我今天其實是要談的這個民族制 反而是要呈現說 在殖民政府並沒有那麼武斷地用一些 就是在殖民政府之前 其實當地人有一套 各個族群之間的一個互惠的交往的網絡 所以他們其實 可以某種程度地維持彼此之間的互通有無 然後維持了相當穩定的狀態 然後這一些族群之間的互惠的網絡 後來在殖民政府治理的時候開始被打破 甚至開始很武斷地劃定了族群的邊界 然後甚至殖民政府開始引入了因素的種植 然後開始有一些軍火的輸入 就是開始有軍火的輸入來平定戰亂 所以這個地方才開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逐漸成為一個戰亂非常多的地區 所以人類學在看這些地區的時候 其實心情都還滿沉重的 就是到底我們可以從這一些 過去的研究基礎上 能不能再發展出一些不一樣的論述方式 然後可以重新來面對當代的問題 這次人類學家大概都很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地區 就是你們現在大概對這個地區 就是卡遜族這個地區 大概有一個地理喪 還有當代脈絡的一些基本的認識 那我們來看這個地區 其實這個地區大概有卡遜人跟上人 卡遜人在這一本書裡頭 其實他有包括很多很多不同的語言群 所以我第一部分先談卡遜跟上的關係 然後第二部分就要來談說 其實力區界定卡遜的方式 不是透過服飾不是透過語言 他是透過一套underline structure 就是他利用結構主義的地方 就是這一群人即使他有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服飾不同的儀式 可是他們有一套共同的語繪的結構 有一套共同的思考方式 這第二部分我要談就是 其實力區的民族是對於族群的議題 可以有一些不大一樣的思考方式 第一個部分我先談卡遜跟上 就是現在一般的刻板印象 都認為卡遜跟上是屬於兩個不同的族群 就是卡遜族是住在山地 以山田燒肯為生 然後主要是祖先崇拜 然後上族是居住在河谷 主要信仰佛教 然後種植水稻為生 這是目前的大概認為說 這兩個族群是不同的族群 然後有一些刻板的印象 可是力區他從他1940年做的田野 然後蒐集了很多當地相關的文獻 還有當地人一些互動的網絡 反而要呈現的是 其實當地人的族群認同是多元 而且流動的 所以他以一個 就是當地的一個 就是殖民政府的法院留下一些資料 就是在那個法院的資料裡頭 有一個對於可能就是 對於當地人的一些方態 那當地人是在敘述說 其實在過去70年來 他的祖先同時是上族 也同時是卡遜族 其實那個族群認同的流動性在於說 當地人可以因為不同的經濟 或者是因為他的整個交換互惠的網絡 而可以選擇去認同卡遜或上族 那這一點我等一下也會再談 就是那個族群認同的流動性跟多元性跟選擇性 那力區這裡就是先告訴我們說 其實在過去的文獻呈現的是 卡遜跟上族 並不是兩個本質性的族群 他們之間其實是有一些互惠物 而且他們的認同是流動而且多元的 那更重要的是 其實所謂三地的村寨跟河谷的村寨之間 建立了長久的正經護衣的關係 就是住在河谷的人會 因為他們有多餘的稻米 就是他們種植稻米 所以他們會給予三地的人稻米 來換取三地的人對於他們的保護 所以他們中間是一個 就是三地的居住者跟河谷的居住者 他們中間是一個互惠的網絡 那在這一點呢 畢曲也用當時的文獻 就是1895 年有一個上國 這一個上國的文獻其實有呈現說 其實在當時平地的上民會將 稻米作為共赴交給卡遜的三官 那居住在三地的三官 會將火藥作為共赴交給善國的昭趴 就是善國的國王叫做昭趴 然後卡遜的三官 卡遜的那個貴族叫做三官 那他們中間其實會有一個互惠的網絡 互惠交換的網絡 而且甚至卡遜人跟上人 在地上是混居 他不是一個截然的 三地跟河谷的區別 這個是畢曲一開始要告訴我們的 其實在當時 在當地他們的認同是流動的 而且卡遜人跟上人 之間是有一套交換互惠的網絡 甚至他們在地上有可能是混居的 那卡遜人的領土跟上人的領土的明顯劃分 要到英國統治緬甸之後 強權就是殖民政府為了自理的需要 所以開始會劃分一些族群的劃分 甚至是一個邊界很清楚的一個本質性的劃分 然後這樣子的劃分也引發了後來的很多的問題 包括他們之間的互惠的網絡也開始被斷絕 因為殖民政府為了自理的需要 其實禁止了他們之間的很多溝通互動 然後包括他們原來因為有一套 就是他們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去選擇他們的認同 所以他們過去族群之間的關係 並不是像現在所看到的戰亂連連 又當代因為一個很本質性 邊界清楚的劃分 所以反而造成彼此族群之間的衝突跟對立 這個是力取先給我們看到了當地的背景 其實在殖民治理之前 這個地方的族群的流動性 還有不同族群之間的交換互惠的網絡 甚至他看到了說 目前認知的很多上人 他們其實都是Kachin族的後裔 所以族群之間並不像當代所認知的 是以血緣作為一個本質性的區劃 所畫出來的一個非常邊界清楚 甚至在當代很衝突對立的一些族群現象 到這裡OK嗎 就是他先給我們一個背景的介紹 第二個就開始要談他怎麼樣去認定Kachin族 就是在這一個地區 其實他的地區分佈非常廣 然後有大概將近十個語言群 然後這十個語言群 就是包括慕如、立宿、錦婆等等 就這些語言群他們也有不同的服飾 不同的儀式 可是力取認為他們都是屬於Kachin 那力取怎麼樣去劃分族群 這個劃分族群的方式也是跟當代非常不一樣的 他是透過他們有一套共同的 underline structure 就是他們這一群人 他們有一套共同的語彙 然後這一些語彙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他們所共享的 結果這一套 他講Kachin社會包括不同的語言群 它的一致性在於分享一套共同的底層結構 就underline structure 這一套underline structure 是一套概念體系 是Kachin 人以他們自己的言語範疇 verbal category 為媒介 從而理解自己社會的方式 就是他們會有一套語言的結構 然後這一套語言的結構構成了一個 有持續性跟結構性的集合 然後Kachin 人是透過這個範疇 詮釋他們身邊的實際社會現象 他認為結構是存在於一套語言範疇 事件只有在於語言範疇與秩序 就以語言範疇賦予秩序之後 才可以視為具有結構性 其實這一點是非常結構主義式的探討 可是等一下我談了他的underline structure 你可以稍微想一下 他所談的結構還是會跟李維斯托 所談的結構不大一樣 不過基本上他對於李維斯托的一個應用 就是他認為有一套底層的結構 然後這一套底層的結構 是由各種言語的概念範疇所組成的一個結構方式 而且透過這一套underline structure 是可以界定這一群不同語言不同服飾 擁有不同儀式的人 為同一個族群叫做Kachin 族 因為他這樣子的界定 反而可以跳脫當代很多衝突的脈絡 就是當代因為那個族群畫得太細了 然後國家又有意地去操弄一些族群之前的衝突 來控制某一些戰亂 所以因為當代這一些非常細的族群分類 反而造成了很多衝突 那如果重立去這樣子的角度 其實是可以重新去看彼此之間的關係 好 這裡 OK 嗎 那第三點就開始看 他比較細膩的討論 當地人的這一套underline structure 到底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verbal category 所謂的言語範疇是什麼 他列出了七大象他們的語言範疇 包括地獄的 人的 姻親的 等級的 超自然的 等等的 他列了七個面向的語言範疇 然後他認為所有的Kachin 族 即使他們的服飾什麼 服飾或者是儀式不同 可是他們都有一些共同的語彙 然後這些共同的語彙 他分為七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就是地獄的面向 在地獄的這個面向裡頭 他們有一些共同的語彙 譬如說家屋 三觀的家屋 村在 村社 三觀的轄區 或者是領地 就是這是所有的Kachin 族 共有的verbal category 他們的語言範疇 例如說三觀的家屋和聽目 這一個語彙是所有的族群都有的 就是Kachin 族裡頭 各種不同語言群都有的 然後所謂三觀的家屋的意義 其實也是大家所共享 就是三觀會居住在 三觀是在Kachin 族的貴族體制之下的 那一個領導者叫做三觀 然後他的家屋是比較大的 所以他的家屋被視為是 祭世木代神的神廳 因為三觀要祭世一個神明 叫做木代神 他的家本身就是一個祭世的地點 而且三觀的家屋 會有一個很粗大的庭柱 就是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很莊嚴的一個祭世的地方 甚至三觀家屋就等同於宮殿 就是那個語彙上面的影域 那個家屋本身就是宮殿 就是母家 就是鱷魚的巢穴 就是三觀家屋和聽目 這一個語彙是所有語言群都有的 然後他這一個聽目的影域 或者是內涵也是所有語言群所共享的 然後除了像三觀的家屋 三觀的家屋這一個語彙之外 還有一個語彙是三觀的轄區 那三觀的轄區也是 這一個語彙也是所有語言群都有的 而且他所隱含的 他所具有的意涵包括 其實這個夢在村寨的路口 會有所謂的聖靈認商 這個聖靈認商是三觀向地神設地獻祭的地方 就是這個夢他會有一些共同的意涵 就是他會有一個向地神設地獻祭的地方 還有三觀家屋的外面會有祭祀的柱子 叫祭柱 然後這一個祭祀的柱子是在木腦節的時候 三觀要向木帶神獻祭水牛的地方 然後還有三觀的墳地會以深溝來環繞 就是木昏寺所有語言群都有的一個概念 然後木昏寺所隱含的一些意涵 包括他會有一個任商是向地神設地祭祭的地方 然後包括他會三觀的家屋外面會有一個木柱 是三觀向木帶神祭祭的地方 就是舉行木腦節祭祭水牛的地方 這一些都是所有語言群 所有語言群所共享的一些意義的概念 然後可是這裡其實不同的是 就是曆曲談說其實大家都有這一些語言群 可是等一下我要談說 可是在卡遜下面其實是有不同的政治體制 還有包括像上這樣子的一個王國的體制 是有國王的 然後有像 我等一下會談一個語彙叫共撒 共撒是有三觀的 是一個貴族的體制 然後在卡遜下面還有一個體制 是比較平等的體制叫做共撒 就是其實在這樣的一個卡遜的一個 他們所共有的語言範疇之下 其實有不同的政治體制 就是有最 就是從上到共撒到共撒 就是從王國貴族到平民這樣的體制 所以即使他們有共同的語彙叫 Moon 可是 Moon 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之下的意涵 會不大一樣 就是他們有一些共享的意涵 可是又會因為每個政治秩序的不同 而有一些 那個意涵會有一些變異 譬如說 Moon 在三觀的 在共撒體下 就是一個由貴族治理的一個轄區 可是在共撒的體制之下 是各式系群平等的一個轄區 這個我等一下第三點會再進一步介紹 好 到這裡 OK 嗎 他就一步一步的介紹 其實不同的語言群 他可以被認定為四卡俊 是因為他們都有共享了這一些言語範疇 包括地域的這一些範疇 然後接下來包括人的範疇 就是他們有一些共同的語彙 包括像家庭 世系群或村民這些語彙 而且他們雖然有世系群的概念 可是這個世系群又跟非洲的世系群不一樣 你們還記得那個 親屬的第一個禮拜談人怒爾嗎 人怒爾裡頭 其實世系群跟世系群之間的關係 如何構成一套分裂又整合的分支結構 是人怒爾基本的一套社會結構 所以他們世系群的深度非常的深 就是可能可以一直往上追溯到 好幾代之間的祖先 如果是親屬關係 寫人關係不是那麼清楚的話 就叫做氏族 然後寫人關係很清楚的 可能從兩三代一直往上追溯到五六代 在非洲社會 我們叫做世系群的體制 就是人類學建構了一套 叫做世系 既是理論 強調的是世系群的結構 是在非洲 可是在南亞 他的世系群的深度並不深 人類學建構了一套 就是了解當地社會結構的方式 叫做聯姻理論 就是我等一下要談的 就是他們重視的 在南亞重視的 反而不是跟祖先之先的 那個世系群的深度 而是姻親之間的關係 我就想一步一步帶你們進入 在這裡可以看到的是 他們雖然有世系群 可是他們世系群的深度並不深 可能就是三五代 除了像三官 他可能世系群的深度 可以再追溯到五六代 因為必須要透過他的整個系譜的建立 來建構他的 就是合法化他的權威 那我等一下也會談到說 三官當一個人獲得權利之後 他也會重新去建立系譜 來合法化他的權威 那這裡你就先知道說 其實在當地 雖然他們有世系群的概念 可是他們的世系群 是不同於非洲的世系群 因為他的系譜的關係不深 那存在是按照姻親的關係 而不是世系群的關係來做結合 所以在非洲人類學發展出 叫做祭祀理論 在南亞發展出一套聯姻理論 那聯姻理論我等一下再進一步談 這個人的關係的與會也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最重要是姻親關係 就是在當地他們所強調的是 世系群跟世系群之間所建立的一套親屬的關係 就是透過姻親所建立起來的一套社會結構 他們的姻親關係主要叫做 Mayu Dama Mayu 就是給妻者 Dama 就是取妻者 那在每一個存在裡頭 都會有幾個世系群透過聯姻關係 其實建立起來一套親屬關係 而構成這一個存在的一個基本的社會結構 那接下來有趣的是 透過這一套聯姻關係 其實戎曲是要討論 就是等一下下一部分我要談的是 當地的社會結構是一個不斷在平等體制 跟貴族體制之間擺盪的一套社會結構 而社會結構之所以能夠具有動態性 其實建立在這一套聯姻關係 你們可以先看一下這個聯姻關係 有兩種類型 一種是叫Gumsa內部的聯姻關係 當地的政治體制基本上是Gumsa 在Gumsa跟Gumlau之間不斷的擺盪 Gumsa是貴族體制 Gumlau是平民體制 就是在Gumsa下會有一個三官 然後有很多的平民必須要對三官 有一些共赴 這個我也一步一步慢慢在談 就是Gumsa基本上是貴族體制 Gumlau是平等體制 或者是平民體制 他強調是社群之間的平衡 那這裡有趣的是 有人看得懂這個嗎 這個是李維斯托的聯姻關係的一個應用 我們上禮拜談到李維斯托 他基本上認為親屬是一套交換女人的制度 那應該很多的性別研究者會覺得 中間會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人類學後來也會不斷的去談 其實在婚姻關係裡頭 女人也有可能是一個主動的交換者 或主動的關係的建立者 這個是在性別那一堂談的 可是有的學者就是進一步 就是他雖然談的那一套交換女人的方式 然後有很多人可能不大滿意 可是力群反而是修正跟應用 他所談的那一套交換女人的方式 李維斯托認為有所謂的 就是有所謂的那個 簡單的親屬體系跟複雜的親屬體系 然後簡單的親屬體系裡頭 會有三種交換女人的方式 一種是普遍的交換 一種是直接的交換 一種是言詞的交換 然後普遍的交換就是 A、B、C、D這樣一直A給B 就是A給B一個女人 B給C一個女人 然後一直下去 然後到最後的一個團體會再還A一個女人 這個是普遍的交換 那這一個Gumsa內部的一個婚姻交換方式 是那個普遍交換的稍微的變形 在這個裡頭 這個存在 就是在Gumsa的這一個存在裡頭 他有A、B、C、D這幾個世系群 那A作為一個三觀 他會給B一個女人 B給C一個女人 C給D一個女人 三觀基本上就是所謂的馬U 是給女人的世系群 你們要知道這裡所有的職位 都不是個人的職位 是他作為一個世系群的代表 所以是三觀那個世系群 他會給 就是A這個世系群 會給B這個世系群一個女人 然後B給C一個女人 C給D一個女人 然後他們認為給女人的世系群的位置 是高於娶女人的世系群 就是馬U的地位高於Dama 所以三觀 因為他給了其他世系群一個女人 就是他嫁女子出去 所以三觀的位置是 這個世系群的位置是比較高的 這叫Gumsa體制 就是有所謂三觀的世系群 然後這個世系群 他是會把女子嫁出去到其他的世系群 所以他的位置是高的 當然這個是最簡單的解釋 我等一下會談一套儀式 跟那個以理的義務 就發覺要當三觀也不是那麼容易 他必須要非常慷慨大方的鎮語 可是如果從Mu Dama 的關係 就是三觀是Mu 然後其他的世系群是Dama 就是Mu Dama 就是給女人的世系群 就是Wife Giver跟Wife Take的關係 就是給女人的世系群 跟娶女人的世系群之間的關係 那接下來有趣的是 那三觀要從哪裡去娶一個女人進來 就是三觀這個世系群 他的女子是要從哪裡來呢 他會從其他的村在娶一個女子進來 所以在他自己的村在裡頭 他就是Wife Giver 他就是比較高的世系群 可是他 就是他還是需要有那個昏露的女子 他這個世系群的昏露女子 是從其他的村在取進來的 就是力犬厲害 透過一套婚姻的方式來談Gunsa的社會 然後在Gunlau社會裡頭 就比較接近直接的交換 就ABCD 他 他們這幾個世系群之間會互相的換女人 這也不是直接交換 就是他其實是 這一套婚姻交換方式 都是李維斯托所談的 那一套婚姻交換關係的稍微的變形 就在這裡頭 Mu跟Dama的關係是互為MuDama 就A給B一個女人 B給C一個女人 C給D一個女人 就是他又跟李維斯托所談的 那個普遍交換不一樣 是因為他會有幾個固定的世系群 然後他又不是那一種 他不是只是那一種 簡單的兩個世系群之間的交換 他是幾個世系群之間 就是彼此去婚嫁 然後重要的是 孤老社會重要的是 其實這幾個世系群之間 是一種平等的關係 因為沒有絕對的 Wife Giver 跟 Wife Taker 的世系群 就是在這一套 我們回過頭來談 Ferbal Category Lich認為 在所有的Kachin 人裡頭 他們有一些共同的語彙 然後這一些共同的語彙 包括譬如說地獄的區分 人的區分 還有姻親關係 Lich認為姻親關係 My Udama 的關係是最重要的一組關係 他們是透過My Udama 的關係 來界定等級的關係 甚至用My Udama 的關係 來理解跟超自然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基本上認為 在所有的範疇裡頭 My Udama 是具有支配性的 所以在他這樣的基礎之下 南亞就建立起一套聯姻理論 就是婚姻交換關係 是理解當地社會結構 最重要的一組關係 就是祭司理論跟聯姻理論 應該大概稍微了解 本來聯姻理論是要在 親屬第一個禮拜介紹的 可是我覺得一下塞太多東西 可能大家消化不了 可是到現在應該 大家那個思考方式都已經很能內學了 所以稍微講快一點 應該是沒有問題 到這裡My Udama 沒有問題 就是所謂的聯姻理論 接下來他就是透過 My Udama 的關係來理解等級的關係 理解財產的關係 理解超自然的關係 他認為透過聯姻的關係 可以理解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 譬如說在等級跟社會階級裡頭 其實當地人是有奴隸 就是三官家屋裡頭可能會有一些奴仆 可是這個奴仆 其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是一種階級的關係 反正奴仆有可能是因為戰敗 或因為家境不好 就進入三官家當奴仆 可是三官不會把這個奴仆當成 就像奴隸一樣 他反而是把這個奴仆當成是他的Dama 就是三官主人跟奴隸之間 其實也是類似馬鈺跟Dama的親屬關係 所以他不是一種社會階級的剝削關係 然後甚至就是他認為 從這個馬鈺、Dama關係 也可以理解當地的等級制度 甚至當地如果有一些新三官 他要開墾新的土地 他也會跟舊的三官 形成一個馬鈺跟Dama的關係 就是舊的三官跟新的三官之間 也是馬鈺跟Dama的關係 所以他認為馬鈺跟Dama的關係 其實雖然是一種等級的關係 可是跟當代所談的社會階級 會非常的不一樣 因為他們是親屬關係 所以不會是一種剝削的關係 這也是跟當代很不一樣的一個 一個接續的關係 那不只是階級 要透過馬鈺、Dama 來理解 包括超自然的信仰 結果三官是唯一 在那個轄區Gumsa裡頭 唯一可以祭世木代神的 為什麼 因為在他們的神話裡頭 木代神跟三官之間 也是馬鈺跟Dama的關係 所以三官就好像木代神的女婿一樣 所以只有三官是有權力 可以祭世木代神 所以這是在他們神話裡頭 其實神跟人之間 也是馬鈺跟Dama的關係 那三官就是 三官是所謂木代神的Dama 所以他才可以祭世木代神 這裡OK 然後接下來有趣的是他們的財產關係 也要透過馬鈺跟Dama的關係來理解 他們當地的財產有一種叫 以理性的財務 用Hapaga 的概念 然後這一個財 他們的財產的概念最重要的是 這整套財產或債的制度 基本上是有彈性的 他們的以理性的財務 其實重要的是 他們對於財富的認定 是會放回那一個人的社會位置來瞭解 譬如說他舉了很多例子 我覺得就是非常非常文學的 非常很優美的一些 一些當地的語彙 他舉說 當地在血仇和解的時候 譬如說如果有人誤殺了 某一個氏族的人 然後他們要進行和解 那和解時候的賠償的東西 賠償物包括 這都完全是非常隱喻的 美學的一些賠償的標準 他們說在血仇和解的時候 必須要賠償象徵頭顱的Hapaga 就是他要賠償的東西 其實都是象徵人的各個面向 象徵頭顱的 象徵脊椎骨的 象徵手指的 象徵腳指的 象徵雙眼的 所以如果有人誤殺的時候 他那個四系群要賠償的是 象徵頭顱的Hapaga 是一面螺 就是用螺來象徵頭顱 然後要賠償象徵脊椎骨的Hapaga 是一支槍 一支槍就象徵脊椎骨 然後要賠償象徵左手指的 是五個子安倍 就是五個子彈 還有象徵右手指的五個子安倍 還有象徵雙眼的兩顆流星石 就你進一步去看他們這一些賠償 其實你就會覺得真的是一種文學式的 就是他其實血仇就是有人誤殺 然後要賠償給那一個 那一個使者的那個四系群的時候 他們是賠償這一些象徵性的遺利 譬如說一面螺 還有一支槍 還有各種的子彈 還有兩顆流星石 那因為這一些以理性財富的 一個文學性或美學性 其實你們會看到什麼樣的面向 所以因為他其實就是非常隱喻的 其實這一些標準都很清楚 譬如說你如果有通姦的時候要賠償什麼 然後有血仇的時候要賠償什麼 或者是有各種婚姻交換的時候要交換什麼 都有一些明確的規定 可是有趣的是每一個明確的規定 都好像文學的語彙 所以重要的是每一個標準 其實都是具有彈性的 譬如說代表眼睛的流星石 如果是三官要賠償給平民 如果是假設那個誤傷的人 是三官的世系群 他要賠償給平民的世系群 他真的就是要賠償兩顆非常珍貴的寶石 可是如果萬一誤傷者是平民的世系群 那平民世系群要賠償給三官的 可能就是兩塊小小的石頭就可以了 就是象徵性的賠償 就是作為眼睛的兩顆流星石 如果是低位階人要給高位階人 其實他要賠償的實質的內容 就可以非常的簡單 所以這整個賠償 或者是各種交換的重點是在於 他雖然都有很明確的標準 可是每個標準的那一個實質上面的 就是你實質上要賠償的物 其實是非常具有彈性的 可以因為彼此的等級位階 而有不同的賠償方式 這個有趣吧 就是其實身為三官 最大的特色就是 其實他在做所有的交換 或者是賠償的時候 因為他作為一個比較高的等級 他必須要付出很多 譬如說他要賠償 他可能要賠償非常珍貴的寶石 可是如果他要收到人家的賠償 可能就是兩個很普通的石頭 所以其實三官的位置 你慢慢可以看到 雖然他是古姆沙社會的貴族 好像等級是比較高的 可是他的位置其實並不會 讓他去剝削他的老百姓 因為他反而是要在各種的 以理賠償的時候 顯示他的慷慨大方 必須要透過這一些很慷慨的證語 才可能逐漸去建立他的權威 所以這個整個以理性的財務是非常重要 就是讓這一個體制不致成為 所謂社會階級式的剝削的體制 他反而你有權利的是要付出更多的 這一點有點像我們在談 梅拉尼西亞的交換的時候也是 就是梅拉尼西亞的交換20等於1 你如果能力是人家的20倍 你要付出20倍 那才能夠等於能力比較不足的人給的1 就是他們對於平等的那個概念 是跟當代資本主義的1等於1的那樣的平等概念不一樣的 那也是這一套體制可以繼續維持照顧 其實我常在講說 其實這就是所謂的社會安全體制 就可以讓所有的觀寡孤獨者 他們其實都還可以風衣足食的生活下去 這裡 OK 嗎 然後他也談到說 其實三觀他雖然是象徵性的 擁有那一個轄區的土地 就在Gumsa體制之下有一個三觀 然後他象徵性的擁有那個轄區的土地 可是他只是象徵性的擁有土地 他並不具有排他權 就是他那個土地只要所有的平民願意去耕作 平民都可以去耕作 所以也是跟當代的土地觀念不一樣 我們當代的土地就是一個排他權 如果是我的別人就不能使用 可是他們的土地觀念三觀是象徵性的擁有土地 所以其他的平民其實他們都可以去使用土地 只要在使用之後 他可能就是譬如說耕作之後 耕作收成之後就給三觀一個 一袋收穫物來作為共父 然後譬如說如果去打獵 如果打到四隻腳的獵物 只要給三觀那個獵物的前腿 就是送給三觀作為共父 所以三觀就叫做屍腿三觀 因為他就是收那一個獵子小的動物的一個前腿 所以這裡很重要是他們整個財產的概念 是跟當代資本主義的財產觀念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透過了 就是我們剛剛所談的那個verbal category 或underline structure 其實他就是談地域的觀念 人的觀念 然後所謂的姻親觀念 Maiutama 然後透過Maiutama 來了解什麼叫做當地人如何去認定等級 如何去認定財產 然後如何去理解超自然 超自然就是所有的神跟三觀之間 木誕神跟三觀之間 是一種Maiutama的關係 那在最後他就談到說 其實當地的政治跟宗教職位也不是二分的 所有的行為都是有聖跟俗的兩個面向 其實他基本上在談說 你所有的這一些 包括所有的正理的行為 這些象徵性的行為 都是在建立三觀的權威 然後同時也 就是所有的行為 他同時是神聖的跟世俗的 包括三觀他在 儀字裡頭大方的正義 其實是在建立他的權威 然後也同時是在跟木誕神之間去建立連結 所以他大概對於聖跟俗的概念 是他認為聖跟俗其實 就是所有日常生活的行為 其實都會具有儀式性的面向 譬如說在各種賠償的時候的那一些 對於財富的認可 其實都具有儀式性的面向 到這裡OK嗎 就是其實他這一本書非常有趣 我覺得這一本書翻譯的非常好 就是台灣有一本翻譯叫做 上緬甸諸政治體制 我覺得翻譯的還滿好 然後裡頭就有很多 非常文學性的語句 我覺得滿好看的 就是你還可以了解 那一群他們活的 整個居住的那一個世界 我覺得相當具有美感 然後他們的整個 對於階級或者是宗教的概念 其實有很多那個文學的隱喻的面函 好 到這裡OK嗎 就是那個詳細的部分 大概就是那個資料的部分 我就會請大家自己去看 那我大概就是告訴你們基本的架構 他其實在 好 他的整個架構 第一個是告訴我們 Kachin 跟 Sun 之間的一個 互惠的關係 然後認同的流動性 然後接下來就告訴我們說 他是透過 Underline Structure 來理解Kachin 族 那所謂 Underline Structure 他就區分了幾個面向 地域的面向 人的面向 然後殷親 殷親的關係 然後等級超自然等等 他認為殷親的關係 瑪玉丹玛是理解 所有其他面向最重要的一套制度 或是最重要的一組關係 譬如說透過瑪玉丹玛的關係 可以理解他們的 他們如何去認知財產 如何去認知超自然的關係 或者是如何去理解彼此之間的等級關係 基本上他認為瑪玉丹玛的關係 是一組最重要的關係 可是在里維斯托的結構主義裡頭 並沒有特別認為某一組關係 是具有支配性的關係 這一點是他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他認為瑪玉丹玛的關係 至少他就是把結構主義 放在實際的區域研究 他認為在那個區域有一組最重要的關係 就是給欺者取欺者的關係 因為瑪玛基本上就是一個比較 就是談神話分析 他其實並沒有那麼關心 某一組關係在某個區域會具有支配性 這是他們第一點不一樣的 第二點是他劃分了地域的人的 等級的超自然的 或者是陰親關於這些面向 也是根據當地區域的特色 可是在里維斯托的那一套結構分析裡頭 並不是按照這一些面向 就是瑪玛這一套會被質疑的是 那為什麼是這一些面向 是所謂的底層的結構 而不是什麼人觀 時間觀 空間觀 因果觀 所謂土耳幹所談的那一些基本分類範疇 這個都是可以被問 可是力區他基本上的特色就是 他就是從一個地區非常具體的民族誌 去發展出來這一些底層的結構 所以會跟里維斯托所談 就是從神話去談出來那一套 Analyized Structure 是很不一樣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實際上 進入那個社會結構的動態性 這個地區其實很有趣的地方 是他的結構是不斷在改變 就是他跟非洲又不一樣 因為非洲好像有一套 就是如果按照EP的Lenor這一本書裡頭來看 非洲好像有一套比較穩定的社會結構形式 可是力區認為說 在南亞並沒有一套穩定的社會結構形式 反而所有結構形式都是不斷在改變 在當地 其實他有幾種不同的社會結構形式 就是在喪國 喪國會有國王的體制 然後在Kachin 基本上會有Gumsa 跟Gumla Gumsa 是貴族的體制會有三官 然後Gumla 是平民的體制 就是在Gumla 體制之下每一個四系群 基本上是平等的 那力區就是要來談 這一套非常具有動態性的社會結構 他認為社會結構也是一個不斷變遷的過程 所以我們人類學在談那個聯姻體制 跟非洲的四系群體制 其實是不斷在各個面向做對照 包括他們的四系群 就是一個強調四系群 一個強調聯姻關係 然後一個好像有比較穩定的社會結構 然後一個強調的是社會結構之間的 不斷的變遷的過程 所以接下來就要談這一套 社會結構到底如何的變遷 那這裡有趣的地方是 歷曲座田野的時候是在大概1940年 然後在英國統治當歷是1885年到1948年 然後歷曲田野的地方是一個叫帕蘭社群 這一個地域 然後這個地域大概有五百人 然後裡頭有九個村寨 有六個方言群 那村在內跟村在之間 都是透過姻親關係來做連結 所以四系群並沒有地域化 他不像非洲的四系群地域化 非洲的四系群你們還記得嗎 就是一個地區會以一個最大的四系群 作為那個地區的名字 然後在非洲情況是親屬跟政治 或者是四系群跟政治體制之間是相互結合的 就是我們講的localized lineage 地域化的四系群 可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四系群的系譜深度都不深 除了三觀的四系群 可能系譜深度稍微深一點 其實其他的四系群的深度不深 所以他們的四系群並沒有地域化 那有趣的地方是 這個地方有三個人都在爭取三觀 就是這一個公薩公勞之間是一個不斷擺盪的政治體制 然後其實在 他要談說譬如說在一個公勞 這一個比較強調平等的一個政治體制 只要他開始有剩餘 然後開始有人想要去競爭三觀 他就用各式各樣的方式來提升他自己世系群的位置 那歷曲坐田野的時候 有三個人是在爭取三觀這個位置 然後有趣的是英國政府任命的第四個人 那接下來歷曲就要談說 其實這一個地方 Gumsa 跟Gumlau 如何不斷擺盪的過程 我們剛剛有同Mayoudama來談 Gumsa 就是有一個三觀世系群的位置 是高於其他的世系群 然後Gumlau 就是每個世系群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 然後歷曲的整個論點最重要 就在人類學裡頭很常常被討論的就是 這一套平等的體制跟貴族的體制 平民的體制跟貴族的體制之間 如何不斷擺盪的過程 那我們來 他基本上是認為說 當歷史在Gumsa 跟Gumlau 之間不斷的變動 然後他有一個論述 有一點難討 他說社會變遷的終極原因是 外在、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 可是任何變遷採取的形式 大致決定於該社會寄存的內在結構 那我們就來看 其實當地的外在變遷 就是後來的英國殖民 後來資本主義的進入 可是當地有一套社會結構 有一套內在的結構 然後這一套結構內部 其實有很多的矛盾 然後有個人的選擇的空間 所以會造成這一道體制不斷的擺盪 那我們就來看他怎麼談這一套體制的擺盪 這個是他列出來的 就是Gumsa 跟古老的特徵 在Gumsa 裡頭 就是這個是按照我剛剛所談的那幾個面向在談 在Gumsa 社會裡頭 他們有一個Moon 然後Moon 裡頭會有 就是這個轄區裡頭會有一個三觀 然後只有三觀有資格舉行重要的獻祭 然後在那個Gumsa 體制之下 各世系群會按照他們的等級分為三觀的 貴族的、平民的、奴隸的等等不同的世系群 可是他們之間是一種Maiu Dama 的關係 所以並不是一種階級的剝削方式 然後在所謂的債 或者是我們剛剛所談的以理性的財務 它的特色是 其實犯罪賠償的標準會因人而異 就是我剛剛所談的 其實那一些標準會看彼此之間的位階 來決定那些賠償的實際的內涵是什麼 然後在婚姻 Gumsa 社會會有Maiu Dama 就是Maiu 的位置是高於 Dama 就是那一個三觀世系群 會給予其他世系群一個女人 然後他從其他的存在又取入一個女人 那其實最重要的 不是只是給予女人這個位置而已 其實你們知道在給予女人 就是在舉行在嫁女人的時候 當地是有聘金的 所以重要的反而是 當三觀這個世系群 要嫁女人到其他世系群的時候 他必須要負擔很多的聘金 然後必須要舉行儀式 在儀式裡頭必須要大方的贈餘 贈餘給那一些來參與的人 所以重要不是只是這個世系群 嫁給其他世系群一個女人 而是伴隨著這個嫁女人的過程中 要給予聘金 要舉行盛大的儀式 然後要宴請很多來參與者 所以其實三觀的位置 反而也是建立在這一些 很以理性的正義跟儀式的過程 這一個我等一下要談的是 其實當地人都在爭取三觀 那爭取三觀的方式 一個當然就是 這一個世系群 嫁一個女子給其他的世系群 然後還有很重要的就是 在所有的婚姻交換過程 三觀這個世系群 必須要非常大方的正義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當一個有心想要爭取三觀這個位階的人 透過這種嫁取的過程 來提升他世系群的位置之後 他們要開始去改變系群 就是在當地 其實立群很重要 他認為說其實系群 就是一個不斷重新被創造的過程 只要一個人 他有心要爭取位子 然後他透過各種的 剛剛講的聯姻 還有以理的過程 開始去建立他的聲望 接下來他就是要改變系群 因為在當地是一夫多妻 然後他們認為原配的位置是比較高的 而且幼職的位置是比較高的 所以只要一個人有心想要提升他的地位 他就要開始去改變他的系群 即使可能他這一代 就是他要重新去創造一套社會記憶 可能在遙遠的過去 他的母親可能是最早的原配 或者是幼子 就是原配所生的幼子 就是他是那個原配 就是原有三觀的原配 所生的幼子的後代 就他們要開始 因為他們其實系譜深度沒有那麼深 所以當一個人想要爭取位子的時候 他就要開始創造出一套神話傳說 然後就要去合法化 他就是那一個原配跟幼子 所生的最早的原配的幼子的後代 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一個神話跟傳說再創造的過程 所以他們的等級制度其實也會透過 就是一個三觀 想要有心要爭取權利的人 他必須要透過這一些 重新創立系譜的過程 來建立他的權威 或合法化他的權威 那這裡還有比較細的 就是譬如說這一些神靈的關係 同時在共撒體制之下會有穆代神 可是相對而言 在共撒體制之下 就是盟是一個 地位平等的世系群所構成的存在 然後並不需要 因為沒有三觀 所以並不需要納共赴給三觀 還有瑪玉達瑪的制度並不重要 還有在他們的神話裡頭 就是他們祭世的神裡頭 並沒有穆代神 因為穆代神基本上就是 穆代神跟三觀是瑪玉達瑪的關係 然後在共撒體制 因為強調的是世系群之間的平等關係 所以他裡頭的神靈的性質 也會跟共撒的神靈的性質不大一樣 第一點 歷曲又先告訴我們說 當地有共撒跟共撒的體制 瑪玉達瑪是理解這一套體制 一個非常重要的切入點 然後剛剛我有談到說 可是共撒跟共撒都有結構的內在矛盾 他談說其實共撒會往共撒過渡 共撒會往共撒過渡 共撒會往共撒過渡 都有一些結構的因素 我們剛剛有談說其實共撒內部 共撒內部三觀跟平民之間 就像瑪玉跟達瑪的關係 他是一種親屬的關係 不是一種剝削的關係 可是一旦有三觀 對其他的平民或其他的世系群 不是那麼好 把他當成一種政治的關係 或開始徵稅 開始徵勞力 開始去剝削他的百姓的時候 這個時候其他的世系群就會叛變 就是如果三觀違反的原有結構之間 那個瑪玉達瑪的關係 而用一種政治的剝削關係 來對待他的成名的時候 他的成名們 其他世系群就會叛亂 然後就會造成共撒體制的崩潰 然後開始往共撒過渡 他認為共撒的內在矛盾 就在於親屬跟政治之間的緊張關係 就如果三觀不遵守親屬之間的權利義務 而用政治的剝削關係 來對待其他世系群的時候 就會造成體制的一個變遷 然後他認為共撒的弱點在於 其實每個人 就是如果只要人開始累積的剩餘 然後就開始想要提升他的地位 個人也可以操弄瑪玉達瑪的機制 來提升地位 而且同時提升世系群的地位 這一點我剛剛有談 就是他開始 如果共撒社會有一個世系群的人 有一個成員想要去建立他的權威 他就要開始 他要開始 這個世系群要開始嫁女人給其他的世系群 然後最重要是要完成那個儀式過程中 所有必須要付的聘禮 各種儀式的 就必須要大方的贈語 而且接下來 這一個有權利欲望的 就要開始改編系譜傳說 他開始就要去重新創立一套社會記憶 就是這一個有心想要成為三官的人 就要開始去合法化 他是過去三官的原配跟幼稚的後代 然後要去改變他祖先的階級 Leach 基本上認為說 其實整個結構變遷的動力 就是共撒網共撒過度 是因為 那個整個結構的變遷 其實都是建立在結構原有的機制 就是瑪玉達瑪的機制 所以共撒網共撒變遷 是因為三官不履行 瑪玉達瑪之間的關係 然後共撒網共撒變遷 是因為人有慾望要獲得權利 然後要獲得權利的方式 其實就要按照原有社會結構的方式 就是他開始要去提升他世系訊的位置 然後開始要成為瑪玉 然後開始要在儀式的過程 大方的贈餘 所以他認為其實整個社會變遷的過程 都還是有一套underline structure 就是那一套社會基本結構原則在運作 就是瑪玉達瑪的機制在運作 然後還有談說 結構變遷的主要過程在於個人 為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 對於多重選擇加以操作 其實他這裡是談到說 我剛剛最開始談到說 認同基本上是多重的 所以他有談當地人 其實會因為情境來詮釋 他當時的那一個社會是屬於什麼社會 就是一個人他想要強調 他的位階的時候 他可能會強調我們現在是屬於上主 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體制是屬於上主 然後我可能跟國王有某一些連結 可是一個人如果想要去逃避三官科 就是如果要逃避那個共父的時候 可能就會強調說 我們現在是公老的體制 每個世系群是平等的 所以沒有人有權利來科我的共父 他其實用了一些例子來談說 其實當時的社會是屬於公三或公老或上 其實每個人都還是具有詮釋的空間 會因為他的情境來做詮釋 所以力渠他基本上認為 雖然有一套underline structure 有一套馬鈺達馬這樣子的一個很重要的機制 可是他基本上認為 同一個結構可以承受多樣的文化詮釋 不同結構也能夠用同一套文化象徵來作為表徵 譬如說公三跟公老都可以用 剛剛所談的那一套underline structure來理解 然後譬如說我們剛剛談說 其實在當時的情境是屬於哪樣的 是屬於公三或公老或上 其實當地的人可以有多重的詮釋 或者是我剛剛所談 即使是在公三體制之下 每一個 就是當地不同的語言群 會有不同的服飾 不同的一些儀禮 其實那一套即使是公三這一套社會體制 其實都還是有非常多重的文化表徵 所以他其實在談那一套 這一套社會結構 它的那個底層的結構 還有各種那個表現上面的多元性選擇性 或者是人所具有的那個空間 到底是什麼 所以他這一個研究大概有趣的地方 就是讓我們看到那個結構變遷的過程 或者是看到其實即使結構在變遷 可是還是有一套底層的結構在界定所謂的族群 就是大家其實還是屬於同樣的一群人 而不是只是透過表面的語言或服飾 來界定族群 當然他這樣的論述在人類學中也是有一些 人類學就是不斷在反思自己 所以他在人類學裡頭大概還會受到的質疑就是 其實他還是假設人是想要 人好像就是權力 人都想要提升自己的地位 所以古老社會變遷的動力就在於說 有人想要提升自己的地位 然後要去操作那一套結構的原則 來提升自己的地位 那他當然在人類學裡頭會被問的是 那還是沒有真正進入當地的人觀是什麼 不過人類學就是這樣 就是看到一個民族是都覺得 一定還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然後一定會繼續再發展 可是他這個研究其實基本上已經非常精彩了 那我等一下也可以再補充說 其實有馬克思主義者 對於他談的Gunsa-Gumlau 的變遷 有一些不大一樣的理解方式 你們可以想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你會怎麼樣去理解 Gunsa-Gumlau 的變遷 那其實這個影片 他談的這一個 就是馬拉加斯加這一群人 其實我今天要談的是 Malina 人 他們曾經在十八世紀有建立王國 就是他們曾經是非常非常的強盛 然後跟伊斯蘭文明有很多的互動 所以學到伊斯蘭文明的占星術 或者是醫藥等等 所以你剛好看到他們有一個很複雜的公式 我覺得很厲害 然後他們在十七十八世紀 其實也跟英國法國有很多的交流 那後來當然就被法國殖民 可是我要談的這個民族誌 布洛克的 From Blessing to Violence 他其實也是一個人類學的經典 布洛克是當代人類學大師之一 我們應該下下 最後一個禮拜還會再談到他 他談歷史記憶的機制 他基本上 他基本上是一個 在人類學裡頭的位置 是一個結合象徵結構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學者 結果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他其實有一套結構的分析 可是這一套結構的分析 當然裡頭很重要的是加入當地人的觀念 而不是只是一套普通的結構而已 而且重要的是他要回答的是 那為什麼意識形態可以運作 就像我們剛剛所看到 其實他們對於死亡有不同於我們的看法 所以其實他們因為對於祖先 對於死亡 就是他們有很多的 對於人的存在的意義的不同的看法 所以這樣子的對於存在不同的看法 是意識形態得以運作的一個基礎 他等一下要談 就是我要介紹的是一個歌禮的儀式 在歌禮的儀式裡頭 女人跟小孩都被貶譯 然後歌禮的儀式 其實是要創造出一套超越的秩序 這一套超越的秩序就是 就是以祖先的墳墓作為象徵的一套超越秩序 就是他們認為人死了 被埋到墳墓之後 他就成為一套超越的秩序 成為一個永遠不會再死亡 而可以永遠伺服給後代子孫的一個 就是墳墓就是一個象徵 然後那個祖先代表的那一套 不斷伺服的力量是源源不絕的 所以他要談的是 人怎麼樣透過這一套對於死亡 對於存在的方式的看法 來合法化現世了很多的問題 或者是甚至不管是擁有權利或沒有權利的人 都透過這一套象徵秩序 透過這一套存在意義 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式 起碼在這一個現世就是一個挫折病痛 不斷的一個時代 反而他們因為建立了一套超越的秩序 就是由祖先所代表的這一個 源源不斷的伺服 讓他們得以面對現世的各式各樣的問題 這是Block 等一下要談的 當然這一本書裡頭 作為一個人類學的 應該是非常非常經典的民族誌 他裡頭會用了很多很複雜的民族誌的資料 可是我想說這麼有限的時間 我大概能做的就是用一套 比較清楚的結構 然後去談它的整個結構跟象徵的分析 然後去談意識形態的一個 如何去運作的方式 然後重要的是 他後面其實也談了Marina 就是當歷200 年的歷史 他認為意識形態 可以被不同的統治者所使用來合法化權力 可是他基本上認為意識形態本身 就是有一套穩定的結構 這一點也是他在人類學裡頭 會不斷被討論的 因為其實人類學到了當代 是不斷在談象徵秩序 不斷變遷的過程 像我自己的研究也是不斷在談文化觀念 如何不斷在不同情境之下 跟新的意義結合 可是他基本上他的論點的特色是 他認為有一套獨立的意識形態 就是所謂每個文化的獨特性 在於他的象徵結構 然後這一套象徵結構 其實他本身具有獨立的特資 每一個人都是這一套象徵結構 或意識形態的使用者 然後每個人會從意識形態中 獲得不同的滿足 因為他要問說 為什麼所謂的弱勢者 也要接受這一套意識形態 所以等一下要談的歌禮儀式 他要談歌禮在200 年的歷史過程中 這一套象徵結構意識形態 就這一套結構從來沒有改變 改變的只是不同的統治者 會有不同的使用 來合法化不同的權力 他說人就是意識形態的使用者 可是象徵結構本身是沒有改變的 這是他最重要 他認為Melina 的一個文化特色 就是這一套象徵秩序 在200 年的歷史過程中沒有改變 可是這一點也是後來 Block 會被後來的人不斷的討論 就是難道象徵結構 不會改變嗎 因為在大部分人類學研究中 其實象徵結構還是會不斷 被賦予新的意義 所以在我們最後一個禮拜 還是會回到Block 怎麼談歷史 他會再加入一個新的面向來談變遷 可是我覺得這個象徵結構 還是他非常精采的一個論述 因為整個儀式真的非常的複雜 就是隔離儀式是 小孩子在一兩歲的時候 就由父母抱著去舉行隔離儀式 你們這裡會看到 會有甘蔗香蕉 然後會有一個女性 這個女性是在儀式裡頭 代表這個小孩子的母親 就是在儀式裡頭 其實親生的父母的位子 的角色會被變異 反而是這個世系群會開始 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重新建立一套世系群的意象 因為儀式非常的複雜 我這裡先簡單的告訴你們說 儀式裡頭重要的人跟物有哪一些 儀式裡頭這個舉行儀式的 割禮儀式的團體是四系群 然後他們的四系群是同一個祖先的後代 是擁有土地的內婚族群 包括幾百名的成員 就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群體 然後參與割禮的人 就是有主要的一個就是長者 因為長者是祖先的代言人 然後會有兩男一女的長者 以祖先的話來說話 在儀式中扮演祖先的角色 因為長者是祖先的代言人 然後還有孩童的父母 孩童的父母其實並不是他的親生父母 是在儀式裡頭被指定 作為這個世系群的一個 就是世系群的一個代表 作為孩童的父母 所以在這裡你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那一個親生的血緣的關係 在儀式裡頭是被貶譯的 反而是要強調的是 整個世系群的異象 所以在世系群 在儀式裡頭會指定 就是在儀式中代理 這個小孩子父親母親的人 就小孩子的父親會執行割禮 然後小孩子的母親就會出特定的發姓 他代表的是群體的母親 而不是個人的母親 就在這裡你們會看到的 然後儀式中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成員是 父母健在的未婚青年 他們其實是擔任 整個小孩子跟世系群 祖先之間的一個媒介 他們象徵內婚族群的團結 然後是長者跟小孩子的中介 等一下他們的角色我慢慢再談 就讓你們稍微有一個picture 這個舉行的團體 然後參與的成員 然後他們會再一個這樣子 就是所有的成員會在 世系群的成員會在這裡接受 長者的四夫 雖然他是一個小孩子的割禮儀式 可是最重要的反而是 所有參與者在這個過程中 不斷接受祖先的四夫 而逐漸接近祖先的過程 因為他們的儀式其實都是有一套 那個源源不絕的力量 從墳墓 從祖先這邊來 然後透過長者 透過各種儀式的執行者 傳遞給下一代 然後人的成長過程 其實就是在接受祖先的四夫的過程 所以當一個人 慢慢的成長的過程 其實就是讓他越來越接近祖先 然後後來就成為祖先本身 其實這個是一個他認為 意識形態最重要的機制 就是你在服從祖先的時候 其實是在服從未來的自己 因為有一天你會成為祖先本身 他認為意識形態主要的機制就是 其實你是在服從未來的自己 他最後也會談到資本主義 完全是同樣的一套運作的方式 雖然我們現在在談的是 馬拉加斯加的哥裡儀式 可是他所談的整個結構 他認為都可以用來理解 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 就是他很厲害的地方 他認為其實這一套結構分析是 可以去了解意識形態如何運作 為什麼弱勢者要接受意識形態 我剛剛談到儀式中的人 然後接下來看儀式中的物有哪一些 會有動物 植物 聖水 儀式中會出現的植物 就是代表豐盛麗的甘蔗香蕉 因為他們都是那一種非常 就是代表Bertility 他們都是非常富饒的一個象徵 還有葫蘆 因為葫蘆當地的話就是 Southern Man 就是幾千人的意識 然後葫蘆會剖開 然後會由年輕人拿去湖邊去取水 然後取水回來之後 就是長者拿這個水來賜服給所有參與的人 儀式中會有植物 都是跟自然的風產力有關的 包括葫蘆 香蕉 甘蔗 然後儀式中會有動物 像野牛 野牛是代表力量跟危險的自然生命力 然後野牛會在儀式中被宰殺 然後儀式中會有聖水 就是力量之水跟野性之水 那在儀式中這個水就是 在世系群的時候是由年輕人拿著葫蘆 去從聖湖中取水 然後當這個儀式成為國家的儀式之後 也是由國家的官員去海邊拿水來 作為整個國家賜服的儀式 就他認為整個結構是一樣的 只是他最早是 這個儀式最早是世系群的儀式 後來會變成國家的儀式 然後後來會變成反抗殖民者的儀式 然後後來會變成農民運動的儀式 可是中間的結構是一樣的 所以接下來我要先談這個儀式的結構 然後再談在歷史變遷過程中 這個儀式的角色跟功能的改變 這你們看了一堆圖 因為我想說對你們而言會比較容易 底下文字敘述真的太複雜了 是這麼多圖 他其實是在談整個儀式的機制 是把野性的力量 透過象徵暴力的方式 轉化成為世系群可以控制的力量 就真正那一個fertility 那個復勞 那個力量的來源是來自於自然 來自於野性 可是儀式的過程就是 不斷透過各種象徵暴力的方式 譬如說那個葫蘆會被剖開 然後譬如說那個香蕉跟甘蔗 必須要好像用偷的方式 從原理裡頭偷過來 然後進入那個場地的時候 要有一段那個象徵的打鬥的過程 才把這個 就是儀式裡頭其實是有很多的象徵的暴力 然後把這一個具有自然繁衍力的這一些象徵 就是這一些象徵包括香蕉、甘蔗 然後包括葫蘆、包括聖水 其實這一些具有繁衍力的象徵 是透過一個象徵暴力的過程 被引介到這個儀式的場合 然後被轉化成為世系群可以控制的力量 因為一個世系群你們講說 人死了以後在墳墓 他其實沒有辦法再生產他自己 就墳墓其實就是使者進入 他沒有辦法不斷地被 就是他沒有辦法再生產他自己 所以他必須要有野性的力量引入 然後不斷地去控制這個野性的力量 才讓這個世系群或者是這個墳墓 他的力量源源不絕 他永遠成為一個伺服的來源 他認為儀式最重要的機制 就是透過象徵暴力的方式 去控制這一些自然的繁衍力 或者是轉化自然的繁衍力 成為世系群的力量 所以這麼多圖其實就是這樣一套邏輯 這個都是自然的力量 Henry 然後這個是整個 那個割離儀式的伺服的過程 就是從墳墓中的祖先 然後傳給長者 然後傳給葛里儀式中的父母 然後再傳給小孩子 然後傳給後代的過程 就是這儀式中的四幅 然後這是談象徵的暴力 這個整個圖是在這裡更清楚 在第一個象限裡頭 就是具有繁衍力的動物跟植物 包括香蕉、甘蔗、水、野牛等等 然後他會透過象徵暴力的過程 透過這一個葫蘆的中介 轉化成為這個第三個象限 四系群的 就是這一個四系群的力量 那四系群的力量的一個象徵 就是祖先所居住的墳墓 然後他在世的代言人就是這一些長者 還有在儀式中的 代表小孩子的父母的這一些指定者 然後在儀式中的所有參與者 然後還有另外一組 在儀式中被貶毅的力量 就是家屋內部 還有小孩子的親生母親 就是這一些具有力量的實體 包括家屋 包括小孩子的母親 包括家屋所代表的那個熱 或者是母系的關係 其實也是在儀式中會被貶毅 因為這一些第一跟第四個象限 所具有的所有的自然的繁衍力 都會透過象徵暴力的過程 轉化成為這個四系群的力量 然後四系群因為透過不斷吸收這一些自然繁衍力的過程 他才得以生生不息 然後由這一個四系群的代言人長者 不斷的把四福的力量傳遞給下一代 他認為這是儀式的機制 看起來不難 其實他的民族是非常非常的複雜 然後整個過程非常的複雜 然後這個也是一個循環的過程 就是雖然透過象徵的暴力去掌握或轉化自然的繁衍力 可是其實日常生活還是必須要回到家 還是要回到生物性的力量 所以生命就是一個循環的過程 就是所謂的超越秩序 就是透過象徵暴力的方式去控制自然的力量 而建立超越秩序之後 那超越的秩序其實還是必須要 一次之後還是要回歸日常的生活 還是要回歸這一些生物性的家屋的生活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談的是一套循環的過程 這也是一套循環的過程 所以我想這個圖就是 我覺得還滿清楚的一套結構分析 那接下來我就進一步去談 他的整個論述 他基本上要談的是 其實疑似創造的超越的秩序 就是Transcendental Order 對於Marina 人而言 就是世系群的異象 就他認為這個descent 其實是透過展演的過程 所創造出來的異象 然後所有的在世人 其實都是這個descent 的一個代言人 或者是部分 真正的那個異象本身 是這一個不生不滅的世系群的異象 他認為世系群本身是一套異象 因為他重要的不是成員本身 而是這一套超越秩序 這一套永遠不會死亡的異象 就是他會不斷地獲得能量 可是他又不會消滅 就是反正死者在墳墓裡頭 他就是一個永遠不會變的 而且會不斷獲得力量的一個來源 或者是一個象徵 就是他要談的是 其實descent 是一套 image 所以因為他是一套 image 他後來才可以被國家所使用 被反抗殖民者所使用 被農民運動者所使用 他重要的已經不是這個世系群的成員 雖然在世系群儀式裡頭 是世系群的成員 可是他要談的是這整個意向建立的方式 就是儀式創立了超越秩序 就是世系群的意向 然後當一個人接受越多的伺服 就越接近世系群的存在 直到被放入墳墓 成為真正世系群的存在 就是作為一個 他先分析世系群的儀式 建立世系群這個意向的方式就是 與世系群對立的要素 也就是具有野性的力量的 包括我們剛剛講 那個聖湖中的水 後來海洋中的水 然後葫蘆甘蔗香蕉 或者是中介者小孩子 那個年輕人 其實這一些具有野性力量的 都會透過象徵暴力的過程 在更高層次跟世系群的意向結合 就是他會被吸納成為世系群的力量 然後跟世系群的力量相互整合 或成為世系群可以控制的力量 他認為這個是一套儀式最重要的機制 就是如何透過象徵性的暴力 象徵暴力的方式去整合對立的力量 儀式中主要的象徵物 甘蔗跟香蕉 都是由父母健在的未婚青年 從田園中偷來 就是要透過stealing 這個動作 才代表一種象徵性的暴力 而且他要進入場地要食用之前 必須要透過fighting 的過程 就透過一個象徵性的暴力的過程 去食用甘蔗跟香蕉 然後這一些甘蔗跟香蕉 就是要用偷的 然後要打豆的過程 然後要打碎之後才可以食用 同樣的野牛也是要年輕人用毛來刺他 都是透過象徵暴力的方式 去轉化這些具有野性的力量 所以他們經由世系群象徵的暴力加以控制 而被呈現在儀式中 就是儀式中主要的動物跟植物 這些象徵物 然後儀式中還有所謂的聖水 是由青年以葫蘆 從聖湖中取水過來 作為長者士福之幼 在他們世系群儀式裡頭的聖湖 是他們有一個 他們神話中有一個叫Bazimba 這個族群 他是母系 是在marina 人到來之前居住在當地的 然後這個Bazimba 後來被marina 人 所取代之後 他們就繼續居住在聖湖 還是以母系為生 然後必須要 就是在神話中 他就是一個 那個聖湖 就是具有Bazimba 那個野性的力量的一個所在 所以年輕人要去這個聖湖中取水 然後取水來作為elder 就是長者可以四福之幼的聖水 那儀式中主要的動物植物跟聖水 然後儀式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象徵就是 具有野性力量的實體 就是包括家屋 因為家屋本身就是一個生命不斷在生產的地方 然後包括小孩子親生的母親 親生的父母 還有母親所代表的那個母系的力量 還有家屋中的熱跟 就是這一些異象 都是具有野性力量的實體 也會透過象徵暴力的方式 被整合進入世系群當中 就是他談說其實整個儀式的過程 雖然儀式過程非常非常的複雜 可是整套結構就是透過這一些象徵暴力的過程 把具有野性的力量的這一些動物植物水 或者是實體 把這一些力量轉化成為世系群可以控制的力量 然後建立世系群是一套 是一個不生不滅 永遠是伺服來源的這樣的一套異象 不過他說儀式之後 因為還是要回到日常生活 所以儀式之後 小孩子是在屋內舉行割禮 然後被帶到屋外去舉行伺服 然後儀式之後 還是會從窗戶再回到房子裡頭 也是一個象徵暴力的過程 又回到日常的生活 就他不是走大門 會從窗戶回到日常的生活 所以他說其實這一些 就是我剛剛看到一二三四 這幾個象牽之間的轉化 其實是一個儀式最重要的機制 他說儀式透過象徵暴力的過程 可以整合對立的力量 想建立超越秩序 然後接下來很重要的是 為什麼成員要接受這一套超越秩序 包括小孩子 包括女人 在儀式中被貶儀 就是當地的女子 其實是可能有政治經濟的力量 因為她就是一個內婚的世系群 所以女孩子有可能 繼承了她父母的政治經濟的力量 即使她在政治經濟是有力量 可是在儀式中是被貶儀 可能被罵不好聽的話 或被丟髒的東西 她要問的是 那為什麼女人或小孩 要接受這一套意識形態 他說因為接受意識形 接受那個四福的過程 人在成長過程中 不斷接受祖先或祖先 所代表的長者的四福 就會逐漸成為descent being 逐漸成為世系群的成員 那在儀式中 婦女的地位不重要 可是婦女還是會成為descent being 所以重要 他認為ideology 運作的方式是 服從權威 事實上是在服從未來的自己 就權威就是 elder 因為 elder 代表了祖先 然後服從未來的自己 因為自己有一天也會成為descent being 也可以成為一個四福的來源 所以他說其實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機制 支配者也可以接受這一個意識形態 支配者跟被支配者 都得到不同的滿足而承認了意識形態的運作 其實他最重要的是在談 其實每一個人在意識形態過程中得到不同的滿足 而且更重要的是 其實儀式的整個情感的基礎在於 他創造的超越的秩序 有一套不生不滅的秩序 解決我們在現世中所面臨的各種困境 疾病 死亡 各種傷痛 這些都不重要 因為有一天 因為我們不斷在接受四福 然後有一天我們會成為可以四福的人 而且他認為儀式的幾個重要的機制 包括 reputation formulation timeless 就儀式是一個不斷重複 形式化跟無時間性的這一些性質 使得象徵結構在歷史過程中不變 使得意識形態作為一套獨立性的知識 雖然變遷歷史兩百年的過程中 儀式的細節多少會改變 同樣的意象會由不同的象徵物來替代 可是象徵結構並沒有改變 譬如說當這個儀式成為國家的儀式 就開始會有禮炮 會有各種的銀器 然後會到海邊去取水 其實他中間會有一些細節不斷改變 或是有一些細節被強調 有一些細節就被省略 可是他認為這一套 透過象徵暴力整合對立力量 來建立超越秩序的方式 這一套象徵結構是不變的 甚至他認為這一套象徵結構 可以解釋所有意識形態如何運作 包括我們當代的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 等一下就讓你們發揮一下想像力 我們當代的意識形態是如何運作的 到這裡OK嗎 其實我是透過非常結構性的方式 就是把他這個非常detail到不行的儀式 就是用一個比較結構的方式來表達 因為我覺得結構分析的好處是 他真的可以掌握一套比較整體的資訊 雖然中間其實很重要的是 很多的細節或許那個意義也在改變 可是我想結構分析有他的強項 所以我想就是透過結構分析 其實你比較容易掌握一個文化的特色 到底在哪裡 好 那我接下來再談的是 他說其實意識形態跟政治經濟之間具有 並不是直接反應 也不是不相干的間接關係 就是他要接下來談的是 意識形態跟實際政治環境之間的關係 他基本上認為 其實每個人都是意識形態的使用者 可是不是意識形態的創造者 所以意識形態在200 年的歷史過程中 他會因為政治經濟的改變 他的功能會不斷改變 他說疑似合法化權威 可是誰被合法化 是隨著實際政治環境而改變 所以統治者並不是意識形態的創造者 而是使用者 就等一下他要談200 年的歷史 不同的統治者如何利用這一套象徵結構 來合法化自己的權利 或者是去作為一個抵抗的一個方式 可是他這樣的一個分析會有一些弱點 就是意識形態 在那個意識形態的過程中 每個人都可以成為descent being 都可以成為未來的統治者 可是在實際的政治經濟的脈絡中 其實會有他的限制 我們不可能都成為未來的descent being 或者是未來的統治者 我們來看 他談說其實在那個 剛才我還沒有談到這個vazimba 就是在世系群的儀式的時候 他們會到這個vazimba 所居住的聖湖去取水 因為在他們的神話中 vazimba 就是母系的 然後具有源源不絕的一個創造力的來源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母 就是女性所代表的力量 都是那種繁衍力 然後源源不絕的力量的來源 然後在儀式中會被 就是成為一個儀式 或一個社會再生最重要的一個力量 然後他說在儀式的過程中 一開始 在1780年到1828年的時候 這一套世系群的儀式 轉化成為國家的儀式 因為在這一段時間 兩個國王在位的時候 他們開始去擴展 國家開始不斷有軍事化的擴展 然後國家也開始具有軍事的權力 甚至有一些奴隸的征服 然後在這個時候 這一套儀式 它已經不是世系群的儀式而已 它成為一套王國的儀式 用這一套儀式來建立王國的秩序 就是所謂的王國 其實跟世系群是具有相同的結構 就是它同時具有整合跟接續的一套 就是性質 所以在這個王國的儀式裡頭 它其實就跟世系群儀式一樣 就是透過世系群 透過這一套王國儀式去建立王國 所有的臣民作為整體 然後裡頭又有國王 有不同接續的官員 來作為那一個 就是像世系群儀式中的長者 所以在這一套王國儀式裡頭 它會在固定的期限舉行 不同的團體會按照接續 有不同的舉行順序 先由皇室 然後接下來有各不同接續的官員 所以依序舉行儀式 所以它強調的不只是王國作為整體 而且強調那個接續的關係 而且參與王國的人 就象徵性的成為王國的殖民 然後參與者也必須要繳稅這樣子 就是透過這個儀式 其實象徵性的建立了王國的秩序 以及象徵性界定了他的臣民 甚至達到收稅的一個目的 這個是第一個階段 然後第二個階段 1828-1861 有一個女王在位的時候 她更有意識的建立了馬拉加西的宗教 用來對抗基督宗教 因為當時就是英法的力量 入侵的力量越來越強 所以她其實是更強化這個儀式 作為一套國家的儀式 來強化整個王國 要對抗英法的入侵 可是接下來到1861-1863 這是一個幼稚 很小的時候就即位 然後她這個時候 因為力量已經沒有前面 那個女王的力量那麼強 她開始放棄國家的儀式 可是她又沒有完全放棄割禮 她反而要強調的是 她相信就是一個千佛年運動 她們認為祖先會回來 會帶著豐盛的物資回來給她的子孫 所以這個時候她其實並沒有透過儀式 來對抗殖民 對抗基督宗教 可是她還是希望可以恢復割禮 來代表祖先不斷伺服的力量 然後在這個階段裡頭 其實宗教跟政治的直接連結結束 就是宗教跟政治的關係 成為一種辯證的 而不是直接的關係 就是她們強調千佛年運動 可是千佛年運動 並沒有直接跟某一個世系群或某個王國 或者是成為 就是她沒有直接跟某個團體的力量結合 也沒有直接成為一種對抗的力量 就宗教跟政治這時候的關係 就不是一個直接的合法化或對抗的關係 反而就是一個更複雜的 其實到了當代 宗教跟政治的關係 就是一種比較辯證 不是那麼直接的 而是有各式各樣的連結方式 接下來法國統治1896到1960年 又分為兩個階段 就法國統治就帶入了天主教 然後從1896到1947年這一段時間 當地的基督教會 就是基督長老會新教 會跟Marina 傳統的宗教結合 共同對抗天主教 就在法國統治的早期 從1896到1947 其實是基督長老 基督新教跟當地傳統宗教結合 來對抗天主教 然後這個時候 基督新教跟當地傳統宗教的結合方式 其實他們可以接受 就是割禮儀式 可是他們中間其實 基督新教比較不能夠接受的是一種 Sempi 的概念 Sempi 就是相信有一種 超自然力量是可以治病的 就是他們基本上 基督宗教沒有辦法接受Sempi 的概念 可是Sempi 這個概念 其實在過去傳統宗教中 就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這個階段裡頭 其實割禮儀式還可以繼續被使用 就是割禮儀式還有繼續被舉辦 可是從1947 年之後 因為基督新教成為對抗天主教主要的力量 然後這個時候 當地的傳統宗教反而失去了 對抗殖民的力量 所以在這一個時間 就是 1947 到 1960 這個階段 其實當地的割禮儀式就比較隱而不見 因為他也沒有直接去合法化權威 也沒有成為一種對抗殖民的方式 然後作者 其實布洛克在做田野 大概 1965 到 1966 的時候 其實就覺得 那個割禮儀式有點隱而未顯 可是接下來 割禮儀式又重新被覆贈 就是在這個時候 1971 年之後 當獨立之後 其實國家的問題並沒有解決 反而是因為 當時殖民政府所培養的很多人 中產階級 擁有政治經濟權利的人 就是殖民政府所培養的一些當地知識分子 在獨立之後成為擁有政治經濟的人 反而農民工人就成為弱勢者 就獨立之後 他們並沒有真正改善他們的情境 所以在 1971 年之後 就開始有農民的獨立運動 農民的獨立運動 就會利用割禮儀式 作為他們的一個 就是以割禮儀式作為 Marina 的一個象徵 來對抗中產階級 所以這整個過程是要談說 其實所謂的意識形態 它有一套運作的機制 其實是透過象徵暴力的過程 去整合對立的力量 或去吸納控制對立的力量 或是貶抑對立的力量 透過這個方式 那個意識形態 或者是一套超越的秩序被建立 然後所有的人 因為在這一套超越秩序裡頭 得到不同的滿足 得以讓意識形態得以繼續運作 可是它很重要就是在談 可是這一套意識形態的結構是不變的 可是可以被不同的統治者使用 來合法化它的權威 所以它這裡整個結論 就是 Marina 從 1770 到 1970 年 200 年的歷史中 割禮儀式的功能 因為政治經濟的改變而有所改變 從世系群的儀式變成皇家的儀式 然後後來獨立以後 又成為一個對抗中產階級的儀式 這個是 200 年的歷史 可是它認為儀式本身的象徵結構幾乎都沒有改變 是以象徵暴力作為機制 在更高層次整合對立雙方 使得支配者跟被支配者 都能夠接受儀式的象徵 達到意識形態的功能 所以合法化權威的方式 是讓支配者跟被支配者 在更高的層次整合 可是我剛剛有談說 這樣的一個論述的基本問題是 其實在儀式中被支配者 是在服從未來的自己 可是在實際的政治經濟環境中 其實被支配者 他還是沒有辦法成為支配者 這個是整個他論證上面 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可是基本上他的特點 就是他認為儀式可以轉化現世 然後他的理論的特色也是他的限制 就是他反而沒有辦法看到 現存政治經濟結構改變的可能性 反而這個是人類學 當代人類學最重要的一個面向 就是談 其實我們幾個禮拜下來 都在談資本主義 可以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人類學比較談的是那個意義 即使在資本主義之下 還是有譬如說過去的交換關係 再分配的關係 其實可以去轉化資本主義 人類學關心的反而是 文化如何具有轉化現世秩序的一個可能性 那接下來比較精彩的是 我們好像大家以為說 民族誌好像是遙遠的馬拉加斯加 可是他反而認為說 透過這個民族誌 人類學研究的特色 是因為你可以從比較小的群體做研究 然後建立一套 譬如說意識形態運作的機制 然後透過這一個結構 再來理解更複雜的社會 所以他基本上認為 他所建立的這一套意識形態的機制 也可以用來理解資本主義 這是他的論述 你們同不同意 他認為說 在Marina 社會 祖先是創造力的來源 祖先的代表 長者必須被服從 所以在儀式中 那個女性可能會被貶譯 然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 從資本式創造力的來源 擁有資本的資本家必須被服從 好像是大家已經習以為常了 所以他要問的是 其實從整個這個結構分析 他要反思的是 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 具有力量而被貶譯的世界 到底是什麼 因為在四系群儀式裡頭 具有力量而被貶譯的世界 就是那個家屋 然後是那個母親本身所具有的 繁衍力或者是自然界所具有的各種創造力 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被貶譯的是什麼 情感嗎 家嗎 失領域嗎 或者是重新去看待公私之別 到底是什麼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前面 可能不斷讓大家重新反思很多的觀念 想要去問的 這裡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是什麼 就是錢成為一個 就是all purpose money 他好像可以代表很多的價值 然後還有呢 你們可以進一步不斷的問下去 包括我們 過去大家都認為努力就會成功 就是你只要努力 你有一天會成為資本家 然後現在大家可能也都開始懷疑了 覺得整個那個結構已經不是這麼簡單在運作了 然後還有呢 你們可以等一下再進一步討論 那這裡布洛克用了阿托瑟的一個 阿托瑟是所謂西班馬克思主義者 他談意識形態 他有一篇文章 談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 他談說其實整個意識形態運作 必須要透過家庭、教育、教會、大眾媒體等 甚至各種文化的運作方式 所以其實就像我們看到當地人透過儀式來運 就是透過儀式來經驗或者是實踐意識形態 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 我們透過家、學校、教育、大眾媒體 其實也同樣在傳達或經驗意識形態 那這個你們可以再進一步去討論 因為基本上人類學會認為 即使在這一些意識形態的實踐過程中 其實包括教育吧 我們覺得教育還是開展了很多的可能性 反思的可能性 所以基本上我沒有那麼悲觀 我會覺得其實不會像阿托瑟所談的 他們只是在運作意識或實踐意識形態 其實中間還是有很多反思的可能性 或者是我不敢講說去改變 或者是創造另外一個經濟秩序的可能性 可是人類學會談的一定是 其實即使是資本主義都還是有各種不同形式的 就資本主義在人類學的分析裡的話 就是一個複數 每個地方其實他可以運作出很不一樣的資本主義 這個是我們從經濟開始過來 為什麼要談交換 然後為什麼分析 馬克思主義的時候 我們會談文化 會談上層跟下層的辯證關係 會談文化的可能性 就是我覺得這個 大概前面所談的都是你們等一下可以繼續去消化 或者是複習的 就是其實基本上就是要問說 就是Block 所提出來的問題 那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 還有他運作的方式 還有其他就是怎麼樣去改變的可能性 這個應該就是我們從前面一直談到宗教會 就是都還在關心的問題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他們會請問說 我們有什麼選擇的 我們都是親自於這件事 委員長 任務不出現 本身 挺可惡的 本身